如果你有檔案遺失了 损毁了 甚至不小心被格式化删除了 今天有一个软体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 让你轻松的把这些资料救回来 这个软体叫做Tenorshare 4DDiG 救云软体 先说这个软体是要付费的 它有一个免费版本 你可以先去试用 但是你如果真的 资料有价值的话 那你付一点钱 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吧 你至少可以把 有价值的资料救回来 如果你就是不想要花钱 买这个软体的话 也没关系 你就是摸摸鼻子 下次记得备份 反正这个就是一个 最后救援的阶段 那我们就直接来到我们4DDiG 这个救援软体 那左半边就是我们所有的功能 那主要的功能就是像是 我们的磁碟区救援 可能有档案遗失 就可以从这里开始 那这里还有像是资源回收桶 还有选择资料夹 选择资料夹有点像是有时 它可能会叫你选择 永久删除档案 那你不小心点到 你的档案就消失了 那这个救援软体 就可以轻松帮你救回来 那下面这边就是比较进阶的 像是已经坏掉的电脑 可能开不了机啊 这个可以救回来 还有一些影片照片的修复 可能救回来 影片没有办法播放 或者是有一些奇怪的线条 这边都可以帮你修复 我们来示范两个东西 一个是USB随身碟 可能就是你的资料 不小心删掉了 那我们这边就直接按扫描 它就可以轻松了 把我们的档案 扫出来 所以我们很轻松的 就可以有找到 我们有一些照片 里面有一些 照片的档案 它全部都帮你分类清楚 还有影片的档案 它也帮你分类清楚 那如果有不知道的档案 它也会帮你分类清楚 它会以各种格式 帮你分类出来 那它也会 以路径的方式 就是以原本资料夹建立的方式 帮你清出来 所以你就是有 路径跟 类型可以来选择 让你 更轻松的找到你的资料 那我们在扫描的过程中 如果你想要看一下 我们刚刚扫出来的档案 那你随时都可以点两下 直接来预览我们的照片 这个就比较快速 也比较轻松了 就不用等所有东西 扫完才发现 我什么都没有找到 或者是我的档案 根本就不在这里面 你就浪费这么多时间 你随时都可以 轻松的预览 马上的进行修复 如果我就是我要看 我就是要这一张照片 我马上就可以按恢复 让它存到我们 该存到的地方 你可以选择你要存到 本地的磁碟机 或者是你甚至 存到你的云端Google Drive 或OneDrive都可以 那我们这边先把它存到我们的桌面看看 好 那我们就是在恢复这个档案啦 那直接查看我们的恢复档案 这里就轻松了 把我们删除的资料 救了回来 那刚刚我们是扫描随身碟的部分 我们现在来扫描另外一个 SSD固态硬碟的部分 那我们这个已经被格式化 删除所有档案了 我们现在看看 它到底可以扫到什么东西呢 高阶扫描到底要等多久呢 它其实就是要看你的硬碟大小 如果好几TB 那可能就要等好几个小时 甚至好几天 那如果像是这种小小的记忆卡 那可能读的就可能 比较快一点点 因为容量没有这么大 就主要是看容量啦 稍微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档案 现在已经扫出了 4万多个档案了 所以其实 该有的应该都有 我们原本完整的资料夹 被格式化之前的完整资料夹架架架 看起来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它多了一个 入境遗失跟一个 名村遗失的资料夹 那我们类型看起来 也就是都很完整 Roll 档啊 照片的档案啊 影片的档案啊 都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把它救回来 然后还可以预览 哇塞 这里有2021年的档案 这是什么 Cushion 东西 也被这个软体挖了出来 好那这边一样就是我们点选 我们需要恢复的档案之后 我们按右下角的恢复 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想要储存的地方 按立即储存 我们就可以进行恢复 那他这边在问你说你要不要在恢复档案的时候 顺便来修复你的档案 像有一些东西 档案损毁啊 要不要顺便帮你修复 那我们这边按恢复并修复 那这个部分呢 你如果时间比较多 那你就可以按 一起修复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把档案先救出来 你可以直接先律过这个步骤 那你如果真的有损坏档案 你可以再拉到我们首页的部分 再进行档案修复的部分 那么最后再来分享一个资源回收档的部分 那我们先把我们的资源回收档 整个清空来模拟 不小心就把我们的资源回收档清空了 那我们想要把我们的资料救回来怎么办呢 我们就直接轻松点我们资源回收档 把所有档案选起来 我们快速扫描之后 应该就会马上跳出来 我们所有资源回收档 我们刚刚删除的档案 我们的照片在这里 可以轻松的预览 打开我们的照片 像资源回收档 我们没有资料夹格式 我们就可以直接点选类型的部分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轻松看到 像是影片 我们的 螢幕录影的部分 哇 全部都跑出来了 这样就不会怕 所以 我不小心把它删除 结果 救不回来我的档案 档案都可以在这边 轻松的预览 那我们要恢复的就点选它 按恢复 放到我们要放的位置 就按立即储存 就这样子 轻松搞定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资料 全部救回来 顺畅的 重新播放 完美 如果你救援的硬碟 非常非常的大 你像这样子 4万多个档案你要整理很久 那你可以 在右上角这里先儲存我们本次扫描的一个 资料档案 存到你想到的位置 下次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首页的时候 直接在右上角的部分 汇入我们这一次的 扫描的 结果 这样就可以轻松的载入我们上次扫描的结果 就不用再从头再扫一次 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开始再继续的整理我们的 救援的资料 最后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做好你的档案备份 如果你已经到了这个阶段 他不是百分之百可以救回来的 就是你前面的备份 能做就做好 就是这个是一个最后的阶段 那当然希望大家都把你的档案 保护的好好的 有救 也希望大家都救回来 毫无关